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配合西南气流的影响 所以其实从现在一直到礼拜天 甚至下个星期一 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持续好大雨的发生机会 甚至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震风 所以提醒大家接下来这几天天气都是相当的差的 有好大雨的状况发生 大家赶快要加强排水系统的运作了 也尽量减少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 那么另外近海的风浪也是相当的大的 也特别提醒各位渔民朋友们 减少从事一些海上的活动 还像是相当的差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其实在整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相当的热闹 除了昨天的这个卢弊台风之外 其实现在在台湾东方的海面上面 还有银河台风跟尼塔台风正在发展当中 还好的是这两个台风 接下来都是朝东北的方向海域前进 对台湾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最需要关心的还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 它目前的位置在金门附近的这个上空 那么接下来会沿着这个季风槽的边缘 往这个台湾陆地的这个前进 那么接下来有机会在明天的晚上 它的中心就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台湾的北部陆地了 那么因为受到它的影响之下 整个西半部地区恐怕其实在今天 就已经降下非常大的雨势了 那么在明后两天也是一样会降下间歇性的豪大雨 所以要特别提醒各位农友们因应大雨的影响 如果作物呢还没有到达成熟期的话 要加强各项的防灾措施 像是园区的排水啊 清源立枝柱 是防风网或套带等等的减少风雨带来的一些损失 那么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养殖业要加强相关的防护工作 留意低洼地区呢很有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灾情的话 要及时的通报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明后两天呢 其实天气状况是相当的差的 但是其实明天就是24节气中的这个立秋这个节气了 这个节气呢其实是有大暑过后下去秋来 开始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了 秋天的特征呢就是天气状况比较稳定了 而且日夜温差开始逐渐的增大 早晚开始转凉了 不过相信大家最近啊真的都没有这种感觉 会觉得说即使一整天都下着雨 天气状况很不稳定 但是好消息是从下个礼拜二开始呢 台湾东风的太平洋高压终于要再度的增强 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到时候呢各地天气状况就渴望恢复稳定 来到一个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状况了 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了 明天呢最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逐渐接近台湾的影响哦 其实呢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豪大雨的状况发生 其实现在呢西半部地区也都还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 明天甚至一直到礼拜天呢 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降雨都还是会持续的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哦 这一波呢是属于热带性低气压 加上西南气楼带来的降雨 雨势呢还是会相当的大 而且已经连续下雨下了非常非常久了 恐怕呢在山区都会有一些这个水啊 或者是溪水暴涨的现象发生 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 务必要非常谨慎面对接下来这两天的降雨了 刚刚提过了雨势呢 至少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一 所以礼拜天呢 虽然说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了 但是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有明显的降雨 礼拜一雨是稍微的趋缓一点点 但是真正要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 就得等到礼拜二之后了 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哦 明天呢是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持续有豪大雨 可以看到就热带性低气压 在明天晚上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台湾的北部陆地 那么接下来它北上之后呢 西南风还是持续的吹 所以真的要等到接下来太平洋高压礼拜二 牺牲之后天气才会回稳 所以从降雨的分布图也可以看到 明天呢会是雨势最大最明显的一天 由北到南甚至是在东半部地区 也会有间歇性的雨势 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 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雨势稍微的趋缓一点点了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真的要等到礼拜二天气状况才会逐渐的回稳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海面的风浪 其实也是相当的大的 因为整个热带性低气压呢 正在逐渐的接近台湾当中 所以目前呢在明天来说 沿海的风力大概都会来到了4到6级左右 阵风也会来到8到10级左右 浪况都是大浪的等级 那么在这个离岛地区也是 平均风大概都是来到了5到6级了 阵风呢是来到了9到10级左右 浪况也都是大浪的等级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 目前沿海的风浪呢都是相当的大 一定不要再从事海上作业活动呢 会是相当的危险的 那么在潮汐预报的部分呢 各地沿海的这个潮汐呢 潮位也都是来到中潮 那么屏东恒春镇更来到大潮哦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多加留意涨潮的时间 因为目前呢 这个新南风是相当的强的 沿海地区恐怕都有机会出现 像这个海水倒灌的情况 低洼地区要盛防积淹水的状况 离岛地区也是哦 这个潮位呢都是来到中潮 大家再多加留意满潮的时间点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关心一下温度的部分哦 最近这几天呢 因为都是有降雨 云量偏多的 所以各地的气温啊都不超过30度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高温 大概来到了29度左右 那么南台湾呢 也来到了27度到28度左右 整体来说气温是稍微的偏凉一点点的 但是呢 刚刚提过了在下个星期 天气状况就会逐渐的回稳 逐渐有阳光露脸了 所以在下个星期开始呢 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回升到 33度34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呢 也渴望回升到30度左右 开始又回到比较夏天的感觉了 所以再次提醒您啊 接下来这几天天气状况相当的不稳定 最后两三天了 大家再忍耐一下哦 而且要赶快的加强排水系统的这个运作 并且注意相关政府发布的防灾讯息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